去年叙利亚被轰炸 记者在千疮百孔的胶土上 看见一个妇女头顶着沙土 从废墟中钻出来 镜头前她左手搂着额头流血的孩子 右手举过头顶 愤怒中带着凄凉的坚定说 吃土也要活下去 战火无情 人如伟业 活着比死去艰难 即使卑微如草 被践踏 被火烧 依然要不屈不挠的野蛮生长 一如莫言先生风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 他说 娘是屈善命 有土就能活 上官鲁氏的一生 历尽人性的善恶冷暖 命运的残酷诡诀 是小人物命运颠簸 女性生存维艰 为母生儿育女 苦难重重的一生 小人物死容易活难 越难越要活 山东高密东北乡 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战乱动荡 野蛮横行 时代的巨轮 无情碾压 人命薄如指 小人物的命运 并在历史洪流中剧烈颠簸 不得游击 母亲上官鲁氏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鲁玄儿 她尚在强保 德国人进村 父母双亡 失去医护 跟着姑姑姑父长大 从五岁开始裹脚 直到十六岁 是村里有名的小脚女人 以前别人裹足是大家闺秀 她却遇上妇女放足 成了封建余孽 身价暴跌 由姑姑做主 以一头骡子为聘礼 嫁给了铁匠铺 上官家 丈夫不遇无能 婆婆刻薄虐待 结婚三年没有孩子 她忍受着丈夫和婆婆的欺误 母鸡不下蛋的骂名 在姑姑的半胁迫下 她与姑父生下两个女儿 婆婆只想要男孩 重男轻女的时代 女人没生儿子便是弥天大罪 为了生儿子 她被迫自辱式反抗 四处借种 一连七个孩子 却都是女儿 她受到了无数非人的折磨 生完孩子 身体还躺着血 婆婆就逼她干活 丈夫从铁炉里夹出暗红的铁 烙在她身上 最后 她终于生了一对龙凤胎 难产 激进丧命 接着日寇进村 公公和丈夫死去 婆婆疯癫 她独自养家 社会动荡 天灾人祸 即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可想而知 弱肉强食的残酷生存法则下 拖着一群儿女的女人 活着得有多难 战火无情 乱世饥荒 饿瓢满地 人如草芥 她变长人事艰辛 也想过死 死何其容易 一根麻绳就能一了百了 她却选择咬牙活着 她说 死容易活难 越难越要活 越不怕死 越要挣扎着活 儿女们慢慢长大 苦难却远远没有结束 社会剧烈动荡 人如蝼蚁 孩子们死的死 疯的疯 劳改的劳改 时代的苦难 浓缩在一个小人物身上 她一生屈辱困恶 却又坚韧顽强 如同屈善 给把土就拼命活着 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 外国的入侵和政府的更替 使社会陷入动乱和贫困 阿米尔经历了逃亡的惊心动魄 寄居国外的尊严扫地 与贫苦交价 而她的兄弟哈桑 则经历了国内所有的暴乱流离 并死于乱腔之下 人无法选择时代 唯一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 顽强活着 如今世界的无数角落 这些悲剧仍在上演 所幸我们的国家 有和平温饱 之文明融入 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才算不辜负这个大地上 来来去去的无尽苦难 书的开篇 上官家的母驴要生头胎 上官鲁氏第八胎临产 而生不出儿子的女人 不如一头驴 不但要自己接生 还可能随时丧命 有人说 奶奶一辈就是这样 自己接生 一个一个生 生到子宫垂脱 生到有儿子为止 上官鲁氏一生 养育了八个女儿 他们人生迥异 却在时代的沉重与荒谬中 走向了殊途同归的悲剧结局 大女儿和二女儿 敢爱敢恨 一个跟土匪私奔 一个嫁给抗日别动队司令 活得浓墨重彩 却难逃被处死的命运 三女儿深爱 懂鸟语会武术的鸟儿汗 本以为可以比翼双飞 鸟儿汗却被日寇抓了劳工 备受打击的她 又遭遇孙亚巴强奸 被迫相嫁 后在异响的飞翔中 摔死在悬崖 四女儿饥荒时为了家庭 自卖青楼 解放后被遣返回乡 受尽凌辱 几十年积攒的财物 被抢夺一空 批斗被打致脑震荡 陈年旧疾复发 最后慢慢腐烂 凄惨而死 临死之前 这个受尽命运摧残的女子 而勇敢 实事不由人 极端的饥饿与灾难面前 人的尊严荡然无存 这个最年轻最漂亮最不驯服的女人 为两个馒头被吹事员张麻子强暴 后又因酒恶爆食生豆饼障度 狼狼狈而死 八女儿出生时难产 坏了眼睛 她不忍拖累母亲 二十岁方陵 沉睡而死 想起 一九四二中的星星 美丽而有教养 有着少女的娇憨 固执和骄傲 漫长的饥荒 逃难 击碎了一切 残酷的生存状态下 尊严伦理道德 都比不上死亡线上的挣扎 比不上活下去的原始渴望 从拒绝拴住的欲求 到主动让父亲卖了它 这个心路历程 带血带肉 如踏刀而舞 在妓院伺候军需处长时 端着洗脚水 弯了三次腰 却放不到地上 她含泪解释说 我吃太多了 蹲不下去 这一幕扎心之急 上官巴女也好 星星也罢 都是那个时代 万千女性的写照 无论她们活得热血奔放 勇敢泼辣 还是美丽财德 温柔善良 终逃不过被侮辱 被损害的悲惨命运 破旧的社会 与飘摇的时代 对女性的歧视与践踏 无处不在 人性的凛冽与丑恶 对女性的不公与压迫 极为残忍肮脏 罪恶悲凉 浩浩荡荡的女人和 浓烈如酒 她们活过挣扎过 终是残败枯萎 灰飞烟灭 母亲 天上有宝日月星辰 地上有宝 风乳肥臀 风乳肥臀代表着 生命力的传递 是母亲的象征 上官鲁氏是一位 命运多舛的母亲 兵匪战乱 饥饿流离中 拉扯着子女慢慢长大 孩子们选择了自己的路 命运仍被时代掌控 儿子善良而懦弱 生逢乱世 百无一用 女儿们一个个死去 甚至因立场相互厮杀 他们把尸体交给母亲收纳 把孩子丢给母亲抚养 上官鲁氏 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 他饱经苦恶生死 世事沧桑 即使内心千疮百孔 依然用最坚韧 又最慈悲的母性 承受一切 极度饥荒时 死亡的阴影 终日弥漫 母亲一辈子正直 也做起了偷梁的耗子 为了养活儿女 外孙 在末房拉末的母亲 每天临下宫便趁着幽暗 生吞豆子 塞满胃带 书中这样描述道 娘孱弱的身体 宫得如一只虾 双膝跪地 手抓着盆盐 双肩起伏 脖子探出又缩近 伴随着打雷般的呕吐声 娘的身体 时而收缩成一块铁 时而软弱成一滩泥 粮食如粒粒珍珠 哗啦啦滚落木盆 母亲把木盆中的豌豆 用清水淘洗几遍 沉进碗里 带着血腥的粮食 养活了孩子们 上官鲁氏的胃 却已装不住任何粮食 这源于高密东北乡 灾荒年间的真实故事 操劳隐忍的母亲 不偷生 不轻生 是千千万万伟大 母亲的缩影 儿女的世界里 母亲如大海一般深沉 土地一般厚重 白云飘来 她映出他们 风雨动荡 她接纳他们 就像百年孤独中的母亲 乌尔苏拉 一生辛苦坚韧 以无边的母爱 支撑着布恩迪亚家族 有网友回忆自己的母亲 她一米六 七十多斤 身体不好 全家七口的开销 都压在她身上 为了养活我们 她去木材厂做搬运 一百多斤的木头 每天累死累活 回家时 一头木屑 满身浓烈汗酸 才四十岁 就看起来像六十岁的老太婆 后来 她终于把我们都养大成人 我也如愿考上了大学 真的 感谢老妈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无论古今还是中外 母亲的心永远那样 至宽至广至柔至刚 为了儿女 她艰难又艰毅地在无情的世界里 举举向前 苍茫的黄昏时分 一缕洁白的孤独的吹烟 从塔前草屋上笔直地升起 长歌浩荡 母爱永恒 全书最后 上官金童躺在母亲的坟墓旁 满嘴咀嚼着地上的花朵 眼前闪现着虚幻的乳房 心头溢满香甜味 血腥味 隐喻着泥沙俱下的现实里 母性永远闪着金子般的光 哪怕凌落成你碾坐沉 也有香如故 飞夜上 莫言写道 仅以此书献给母亲 在天之灵 字序中她说 这不仅仅是献给我的母亲 也献给天下的母亲 千千万万的平凡母亲 作为一个小人物 一个女性 摆脱不了时代的潮起潮落 社会的桎梏偏见 纵然千辛万苦 她们仍咬紧牙 倔强而坚韧地活着 以毕生的心血 撑起孩子的天 撑起家的希望 与壮丽的杯葛中 与生命的凋谢与绽放中 为母爱永恒